作為一個傳統的企業 我們在分享我們在一個新的e-commerce的platform 一個新的digital environment 傳統企業如何升級轉型 online的部分可以如何做marketing 做sales 以及我們要具備什麼團隊 去做到online的生意 我們的身分比較像是做trading的公司 然後做manufacturing 然後我們做retail 因為其實每個公司的發展階段都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的tips就是要去試 因為未必去到自己心目中很完美的level 但是不去試 總會停滯在那裡 因為當大環境的大趨向 已經說的是e-commerce、digital 尤其是用mobile這個platform怎樣去用 我們都不懂的 都是一步一步去每一個自己有把握的位置先做 跟著才完善其他platform 所以我們是由b2c的platform開始學起做e-commerce 跟著同步又開始學人做b2b的platform 跟著也都在marketing上 也開始慢慢移動 由傳統的 每個公司不同 那你自己可以負擔多少 就盡量去試一些新的platform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多些出去聽 譬如這類的simon 我覺得是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都是行業的專家 或者是一些資深的從業員 他們會給了一些 insight 其實現在外面已經是一些successful case 是些什麼 那你立刻可以 自己自身是怎樣的 就拿一些現在外面適用的東西 去公司 其實很多 不是真的在說 只是大牌這麼簡單 但因為其實所有在e-commerce生態圈的很多的partners 都在說 那因為自身真的在操作整個online的platform 那自己知道哪裏自己是做到 還有什麼是不會做 那聽完之後 就自己其實可以配合自己的情況 跟著我已經在找一些不同的講者 請教他們看一些什麼 我們可以用到最新的technology 或者一些它的tools 或者一個trend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幫助我們現在在從業中 在old to old 尤其是我們offline去變形做online 再怎樣整合的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是很需要through這些平台去學這些新的知識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說 我們背景是做貿易東西 跟著做manufacturing 我們做retail retail裡面 其實中間都轉型了有b to b to b to c 那我們很希望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品牌方 我們是把我們b to b的partner 全部都可以一起在b to c online的生態圈一起去做 那我希望我們自己都扶持到我們自己的經銷商 譬如香港我們1000個 國內有差不多100個 那希望可以將他們也是跟我們一起 跟品牌方一起去利用online去做生意 將他們由一個傳統的經銷商 變成一個我們傳統的offline的經銷商 和做online的經銷商 那這個是我們終於的目標 那時候就一定會認識到我們